大家好,我是开水 每天跟进更新林生斌的事件 关注此事的麻烦定个月点个赞 前不久宋祖多实名举报了林生斌 涉嫌偷税漏税后 杭州的相关部门就开始正式的受理了 可谁能想到就在案件调查的过程中 宋祖多再次出手意外的牵出了两条人命 近日,违凡事件大家都忙着吃瓜 似乎减少了对林生斌的关注 林生斌现任妻子小乐有了新动态 常问中还透露林生斌气色很好 事件已经处理完了 现在他们是柳暗花明又一春 从常问中不难看出小乐难以掩饰的开心 但是网友们可能没有送上祝福 纷纷对于多年前的纵红案仪式发出了疑问 比如林生斌的妻子朱小针去世 为何他们的身体是完好的 而仅仅握在手中的手机却在大火中烧毁 这一点很难解释得通 不少网友猜测朱小针的手机里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再者,人在遇到火灾后 本能反应是卷缩蹲在角落里 怎么可能躺在毅然的床上 火灾后被烧毁的房子 照片可有不少 有细心网友发现 林生斌在火灾之后坐在床上的照片 从照片中可以明显的看到 孩子们的儿童房经过了大火的洗刷后 墙壁已经被烧着一片漆黑 床垫和地上随处可见散落着一些燃烧的灰烬 可神奇的是房间内的东西几乎被烧到一干二净 唯独留下了两本书 仅完好无损 甚至连边角都没有被烧掉 只是被大火熏黑的痕迹 上面的字写着未解之谜 而根据朱小针报警的电话 他和孩子们被抓起来之后 就在孩子喊了一声妈妈和一个成年男性 说了一句别说话 时候朱小针电话就挂断了 后来消防人员接受采访时 称疑是在农业中看到了三名消防员 后来物业人员也证实了 可这三个男子又是谁呢 没人知道 当我们将时间往前推 据爆料称 只案发的前三个月 众和保姆不换金曾出现多次转账 高达八十万 照常人不得不联想到 保姆曾经开庭时说过 他和自己有个暧昧 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甚至是有人觉得当时保姆是疯了 而当时林生兵的反应很激烈 甚至拿出杯子扔向保姆 林生兵还被强制带出去冷静 而林生兵随后还称 他只接受死刑组治保姆 可能当时人们都觉得 林生兵在妻子都葬身火海后 极度的愤怒 说出此番话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今网友们细细看来 似乎不太对劲 而这边林生兵生活也有进展了 任真真大二那年就认识了林生兵 大四那年被林生兵安排到朋友的公司 主要工作就是和林生兵深入对接 2019年任真真提出了要名分 林生兵就注册了乐伙几何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用任真真的小乐名开头表示爱意 火灾案前一天晚上 林生兵和任真真有过20多分钟的通话 朱小珍和孩子们的葬礼上 任真真也在场 可以断定林生兵早就出轨了 现在第一步就是 关注林生兵偷税漏税的案件 只要这个案子死锤 林生兵进去也是迟早的事 如今离真相越来越近了 林生兵以及林生兵的亲哥哥 都有很大的嫌疑 神通广大的网友 通过火灾现场监控中 看到了一个站在右下角的白衣男子 随后火事被控制之后 这名白衣男子又出现在了现场 网友从走路的姿势 头发 侧身照和体型初步判断出 这应该就是林生兵的哥哥林生丰 可林生兵的哥哥当时称 自己在外地出差 为何出现在火灾的现场 据林生丰说 他出差在广州 5点多听到老婆打电话说出事了 之后才从广州包车赶了回去 但是广州到杭州 共1000多公里 不吃不好休息赶回来 也要十多个小时 为什么在火灾现场 两次都出现了林生丰的身影呢 再加上他交地明显灰尘 可以肯定的是出现在走廊上 换衣服的这两个人 就是当时谎报现场没人的人 甚至可能在电话中的男人 林生兵的哥哥 为何要撒谎呢 换衣服的人除了林生兵的哥哥 还有一个人 我想只要找到了这个人 就能解开一切谜题了 可这恰恰也是最难的地方 还有网友 爆出了上18楼的那个保安 嫌疑破坏电路 这个人与林生兵的现任 同一个地方的 也就是老乡 有监控拍到这个保安 当时上了18楼时 看手机 然后就破坏了电路了 还有人说 他和保姆的80万转账有关 这些话虽然没有得到证实 但越来越玄乎了 这种疯独的数据 就算了 这种疯独的数据 有关于是 再犯的数据 如果我们可以 我们的一种 这种疯独的 我们的疯独的 感谢观看